冠状病毒疫情肆虐 焦虑感也是随之加剧 拥有超过100万付费会员的 冥想手机应用程序 Headspace宣布免费解锁给美国的医护人员 帮助他们面对前线工作的压力 那这一期的潮流解码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冥想这个源自2000多年前佛教的修行方式 如何在西方科学的实验验证之下 卷土重来 2020年初时 疫情还未在全球爆发 近百名学员来到百人中心 参与为期一个月的正念基础课程 从2012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只有300多个人来报名 所以此刻至今有7500个人 来上我们的正念课程 所以每年都会增加多200到300的人士 参与者从学生到退休人士都有 他们发觉到自己会过度的担忧一些事 比如他们会担心自己感觉 得到焦虑症或者忧郁症 所以先提早学习一些的技巧 来锻炼他们的大脑 冥想过程中 讲师会带领学员把注意力带到当下 反复观察自己的呼吸 并接纳这一刻的身心状态 正念课程讲师林俊杰 六年前因为父亲中风 而开始接触正念心理学来解压 一路来就非常的艰难 所以当我每天能够 给自己的时间去练习的时候 我从中也是得到心中 这个比较平衡的情绪 让我能够安住在当下 百人中心在与本地 杜克国大医学院的合作研究中发现 96名学员在四周的正念课程结束后 焦虑感有所降低 睡眠品质也有所提升 在本地 新加坡管理大学设立了研究实验室 探究冥想增进身心健康的背后原因 在实验中学生被分成两组 其中一组事先进行了15分钟的冥想 而另外组则有15分钟的时间阅读资料 他们两位之后进行了一场 价格谈判的较量 卖给你的那个咖啡多 对啊 对 对 所以你觉得那个价钱怎样 从其他人买是差不多两块而已 现在因为其他公司的咖啡多 它的姿地没有那么好 然后你给我三块半 这样可以吗 我们的合约是说三块九毛半 三块九毛半真的好高哦 实验结果显示 事先进行了冥想练习的学生 在谈判过程中显得更为冷静 而且成功获得了更好的采购价格 对 这种意识文文章的解采 因为意识文文章很帮助 而在第二场实验中 两组学生事先都完成了冥想练习 并且开始进行价格谈判 今天我们是谈那个咖啡豆的价钱是不是 对 三块七毛的一公斤你觉得如何 有一点太低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这个咖啡客人觉得不错的话 我们会想跟你们签一个比较长的合约 还是一人让一步三块七毛半 一人让一步三块七毛半 结果显示 谈判过程显得更具合作性 双方也获得更加公平的资源分配 谢谢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们发现是 智慧不仅能力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情感 也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自己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在那里 有这样的自己的关系 而我们愿意找到一个中心的地方 冥想为何能够改善身心健康 哈佛大学则通过磁共振 扫描参与者的脑部来寻找答案 实验发现 参与两个星期冥想的受试者 他们控制恐惧等负面情绪的信任和反应次数减少了 也就是说参与者在面对负面情况时 能够比较不容易陷入恐惧和不安 从而更能够平静地面对 每个人都追求平静和快乐 如果我问您您快乐吗 您会怎么回答呢 2020年的全球快乐报告中 新加坡排名31 除了学习冥想减压 让自己开心起来 本地有一群人更是参与了 着重身心灵体验的共享居住项目 通过同住一个屋檐下 一起运动冥想 让自己更有动力 更有力量来面对生活挑战 那这样的身心灵新模式 会在本地流行起来吗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凌晨6点 天还没亮 坐落在布莱路街道上的 共享居住空间里 4名租户成员已经起床 准备出门 他们在2月搬进这所 名为Stage 6第六阶段的 共享空间 成员周日每天早上 都会以20分钟的 间歇性高强度运动 开启新的一天 运动结束 大家慢跑回到住所 做20分钟的静坐冥想 紧接着20分钟的阅读学习 这是每天早上的固定行程 这个共居计划 有点像身心灵的生活营 只不过参与者 每天仍旧照常上下班 这个计划 参与者每个月需要缴交 4000到6000元的住宿费 备用也包括线上辅导 和同侪协助 洛伊德在职场奔波多年 收入颇高 但内心匮乏 他参加这个共享空间 主要是希望让自己更有勇气 去追求渴望已久的置业 我改变了我的生活风格 因为我之前没有办法 我早上升起6分钟 我已经感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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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体已经感到得更加强 更加能力 所以我只是与自己的生活风格 我正在向自己的生活风格 并没有造成身体的能力 通过群体运动冥想 互相多促 互相鼓励 让人们从内在生出勇气 这个身心灵共享空间的计划 称为第六阶段 是希望实现超越自己 帮助他人的目标 Stage six refers to Maslow hierarchy of need first we need food, water, roof overheads and it goes up to stage five which is self-actualization which is the need to be the best version of ourselves and then there's another stage which is actually the need to go beyond the self to actually help others so that's our mission the first thing we look for is we want people that are 计划创办人来自瑞士的哈雷娜 经历家庭巨变 尝试不同的身心治疗课程之后 将自身的经验转化成 完整的生活模式 并且在本地开创了这个 以健身生活为主轴的 共享居住项目 专家估计像这样结合深度体验 和身心灵改变的转化经济 将是未来流行的新经济浪潮 在本地 瑜伽和正面课程 越来越受欢迎 但像这样费用高昂的第六阶段 身心灵共享居住项目 能否进一步扩大 还得看消费者 有多愿意为自己的快乐买单 我们下期见